有车的人应该都知道,买过车之后,离不开的一件事情,就是给汽车加油,而且给汽车加油也将会是很大的一笔开销,尤其是现在油价一直在不断的上涨。 上个月的时候,汽油油价也经过了很多次的调动,但是总的来说,油价还是呈现了上涨的我趋势,但是在8月底的时候,汽油迎来了一次降价,在很多人觉得油价要维持下降趋势的时候,汽车油价将开启9月份新一轮的上涨,预计在9月3号的时候,油价将会再一次上调。 涨幅将翻三倍,有车主说,我在去卖车的路上,据有关消息,国内的成品油将会在9月3号24点的时候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,因为受到国际油价市场的影响, 国内原油价格将会由原来的下跌变为上调,并且将会只需上涨。 据有关部门预测,这次油价上调的幅度,约为175元左右每吨。 这次油价的上调幅度将会是8月底油价下跌的三倍。 这次汽油,柴油的油价每升大概会上调0.14元。 这样算来,油价上涨之后,车主们加满一箱92号汽油的话,大概需要多花费7块钱。 如果车子油耗比较大的话,这将是不小的一笔花销。 怪不得有车主说,自己要囤油去了。 在8月份的时候,油价就一直波动,但总得来说,油价呈现了一种逢跌必涨的局势,而且油价下跌的幅度与油价上涨的幅度相差很多。 油价上涨一次的价格,需要下跌好多次,才可能会回到原来的油价。 所以,总的来看,油价是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的。 这对于很多车主来说,是一件特别糟心的事情。 因为油价上涨,就说明养车的费用又会增加很多。 有很多车主都说现在养车真的是特别的难,尤其是油价还一直在上升,好不容易熬过了炎热的夏天,终于可以不用开空调稍耗一点油。 但是还没等到完全不用开空调的时候,油价又上涨了,开空调省下油耗的钱远不够油价上涨,需要多花的油钱。 有车主还说,油价上涨之后,养车的压力倍增,油价不断上涨,燃油车的养车压力就会越来越大。 这样越来越多的车主就会承受不住养车压了去选择买新能源汽车。 可能国家也是想通过油价来提升燃油车的普及度,因为就目前的政策来看,新能源汽车才是国家推广的一种车型。 而且有关部门也一直在加大对燃油车的要求,不管是国六标准还是燃油车尽售,这些可能都和油价上涨一样,是为了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使用。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油价的上涨有什么看法呢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